在制作网页时,经常会接触到和网页相关的概念 比如英特网、万维网、浏览器、HTML、电子邮件、URL、域名、FTT、IP地址,以及上传和下载 首先让我们看看英特网的概念 英特网、Internet,又称为互联网 是一个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用传输介质互相连接起来的网络 互联网主要提供的服务有万维网、文件传输协议、电子邮件、以及远程登录等 而万维网、World Wide Web、简称3W 是无数个网络站点和网页的集合 也是互联网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 由多媒体电机而形成的集合 我们通常上网看到的就是互联网的内容 也就是万维网的内容 而浏览器呢 是将互联网上的文本文档或其他类型的文件翻译成网页 并让用户与这些文件交互的一种软件工具 主要用于查看网页的内容 目前最常用的浏览器有两种 一种是美国微软公司提供的Internet Explorer 另外一种是美国网解公司提供的Netscape Navigator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HTML语言的概念 HTML即超文本标记语言 是一种用来制作超文本文档的简单标记语言 也是制作网页的最基本的语言 可以直接由浏览器执行 电子邮件 稍微有点互联网应用经验的人 对于电子邮件可能并不陌生 电子邮件又称Email 是目前互联网上使用最多最受欢迎的一种服务 利用计算机网络的电子通信功能 传送信件单据资料等电子媒体信息的通信方式 它最大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时间收发信件 提高工作效率 为办公自动化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接着让我们看看URL URL即统一资源定位器 也就是网络地址 是在Internet 用来描述信息资源 并将Internet提供的服务统一编制的系统 简单来说 通常在IE浏览器或Netscape浏览器中输入的网址 就是URL的一种 比如让我们打开Internet Explore网络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网页的网址 这里我们输入百度网站的网址 接着让我们看看域名 域名类似于Internet上的门牌号 是就以识别和定位互联网上计算机的层次 结构式字符标志 与该计算机的Internet网协议地址相对应 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URL和域名的概念 比如说搜狐的网址 像这个http开头的是URL 而www.soho.com是域名 ftp ftp及文件传输协议 是一种快速、高效和可靠的信息传输方式 通过该协议 可把文件从一个地方传输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而真正的实现资源共享 如果把制作好的网页传输到服务器上 就要用到ftp IP地址 IT及英特网协议是为计算机、互联网相互链接 进行通信而设计的协议 是计算机在英特网上进行相互通信时 应当遵守的规则 IP地址是给英特网上的每台计算机 和其他设备分配的一个唯一的地址 最后让我们看看上传和下载 上传是从本地计算机 一般这里指客户端 向远程服务器 也就是服务器端传送数据的行为 下载是从远程服务器取回数据 到本地计算机的过程 在这边的计算机上